大家好 晚安 接下来全球现场我们带你来聚焦的是 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在今天要访问中国大陆 他即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会谈会面 匈牙利方面定调此行是出访的这个行程是一个和平之旅 因为先前奥尔班他有穿梭在俄乌中间谈了 当然都是如何在俄乌的部分停火指战 匈牙利现在他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这也是奥尔班的第三次出访 在上周他就先后先到达了乌克兰还有俄罗斯 执行他所谓的和平使命 但是这一趟行程完全先前没有公开 当然现在让欧盟的很多领袖是觉得非常的不满 为什么他可以代表欧盟来进行俄乌之间的斡旋呢 好 其实因为奥尔班他本身的立场就一直受到欧盟的一些国家的质疑 他过去是批评西方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也是欧盟国家领导人当中和俄罗斯总统普丁最亲密的 他也说现在匈亚利目前是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但是其实不代表着他有权代表欧盟进行谈判 好 来看到是在7月2号的这一天 奥尔班他是访问到乌克兰 希望乌克兰可以重新考虑推进和平的进程的顺序 要先停火然后再和谈 但是呢 这其中的细节让乌克兰方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原因就还是因为出在乌东的这四个地方 这个如果说要停火的部分的话 那可能这四个地方都要给俄罗斯 这是乌国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5号这一天呢 奥尔班他是访问到了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丁来会谈 普丁他就表示说会继续是以通过政治外交的方式要解决危机 他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但是他把错都推给乌克兰认为是对方不愿意和谈 不愿意谈话 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才没有一个停火止战的曙光 好 但是对于匈牙利的总理访问 俄罗斯一事先前就有很多的欧盟的外交官以及领袖 对此表达很担忧 很担心匈牙利会利用单任轮值主席国的这六个月 破坏欧盟他们过去的努力 就是要惩罚和跟孤立莫斯科这样子的努力 那另外呢 这是欧盟的外交事务主管波瑞尔 他就表示说在匈牙利总理前往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 是没有经过欧盟的授权的 好 同时今天这是欧盟的主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他更表示这个所谓的绥禁政策 是没有办法阻止普丁的进一步的侵略 那德国也因此跟匈牙利在外交上头有一些不合 有一些质语哦 这是德国总理肖子 他就说了 匈牙利不是欧洲理事会外交政策代表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代表着说 其实德国他们立场也是认为说 匈牙利是没有办法透过外交的部分 来跟这个俄罗斯来表达说 这个整个欧盟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 好 也因为这个匈牙利总理他在出访的时候 同时间这个德兄本来有一个外交部长的双边会谈的 但是时间这么巧合就因为 奥尔班他的出访到俄罗斯 这个会谈就被取消了 好 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匈牙利他总理出访到俄罗斯 引发德国的不满呢 现在德国的外交部就表示 针对奥尔班他自行决定莫斯科的行程 现在两国外长决定要进行一次比较严肃 而且坦诚的讨论 那有没有可能之后这个德兄之间的外交的部分 还可以再重启会谈 当然要看了两边 那后续要怎么样的谈 不过现在北约的立场呢 就认为说其实这一回 匈牙利总理出访到俄罗斯 是不代表北约整个的立场 而只是他的个人行为而已 然后现在努力出访到俄罗斯 在这些训练,他代表自己的国家, 和 Prime Minister Orban, 当我认识了他几个星期前, 我们也谈论了他的继续选去 Kyiv, 所以你可能知道他也认识了 Kyiv最近。 好,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可以说是军方动作频频, 种种行为都被解读, 是指导美国的后花园中南美洲, 继先前俄罗斯的军队访问到古巴之后, 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的舰艇编队, 6号结束在委内瑞拉的四天的访问, 离开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港, 这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的 护卫舰还有帕森号补给舰, 先前抵达到委内瑞拉来进行访问, 并且参加5号在委内瑞拉这边举行的 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在当地时间7月7号,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 也证实在完成四天的访问之行之后, 现在北方舰队的舰艇编队已经离开了, 不过两国的海军现在已经谈论到之后, 会持续在多个面向有合作交流, 而离开委内瑞拉之后, 北方舰队将会持续进行在大西洋的任务。 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段漏网画面, 现在被引发了讨论, 很多人都说普丁好像也有蛮亲民的一面, 这是上河组织峰会在哈萨克的 这边的峰会已经告一段落了, 而普丁在会议期间, 他迅速塞了一口零食到嘴巴的画面, 也被媒体给捕捉下来, 生活非常自律的普丁, 他迅速从会议桌上抓了一把零食, 就往嘴里塞,一口还不够, 还抓一把,好,来看到呢, 其实他一直吃零食, 很多人都说可能是因为行程太过于紧凑, 所以没有办法好好地坐下来用餐, 但是肚子又饿了, 所以只好赶快吃零食, 很多人形容这个普丁是铁人一样, 居然展现出像这样凡人的一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 而现在普丁偷吃的片段, 也让网友觉得他非常的接地气, 法国的现在国会的大选,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阶段跟面貌, 原因就是因为先前在民调的部分呢, 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极右派会胜出, 不过现在可能是三强鼎立的部分, 这是法国在7号进行的是, 国会的国民议会第二轮的决选投票, 出口民调现在显示的是, 这个左翼的联盟新人民阵线, 预计拿下最多的席次, 出乎选前的预料, 但三大阵营其实现在的困难点就是, 他们都没有过半, 所以法国现在会产生的是, 玄制国会的状况, 会严重削弱总统马克宏的政治能量。 支持者开心的在党部外唱起国歌, 法国大选结果猪羊变色, 原本领先的极右翼, 最终败给了左翼联盟出乎意料, 但是三大阵营都没有取得过半数的289席, 路透报导,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有望在国会拿下180到215席, 成为国会的最大党。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同在联盟, 则有望拿下150到180席, 反观在第一轮得票领先的极右派国民联盟, 其次预计落在115席到155席, 落居第三。 外媒分析表示, 这个结果显示,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国会称霸, 法国将产生玄制国会, 左翼联盟要求马克宏任命祖星政府, 将削弱马克宏对政府的控制。 总理艾塔尔也将请辞。 这天晚上, 我所表现的政策, 即使她做了三次超过的资讯, 没有任何一个主义。 因此, 我会依靠我的法律, 依靠我的法律, 我会依靠我的法律, 我会依靠我的法律。 同时, 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结果揭晓, 小池百合子成功三连任。 改正, 民众们, 更加改革, 更加努力, 更加努力, 更加努力。 我会依靠我的想法, 我会依靠我的想法。 日媒形容喜欢穿绿衣服的小池, 跟喜欢穿白衣服的联访, 如白虎与绿梨的对决, 确定将以绿梨获胜告终。 小池的劲敌联访意外吊车尾, 因为黑马食丸生饿参选, 分走本来投给联访的反小池票, 成为小池胜选的关键。 记者孙应珍报道。 太阳星全校客废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